这个就是线条很利落的一个色彩 而且这个穿搭我特意撞出来的颜色比较大一点 我衬了一个灰绿色的西裤 衬了一个奶茶色的一个短靴靴款 去做一个线条的线条 我现在就塞了罗敏脚在腰围里面 跟刚才衬的风格就有点点不同 这个就会再接近蝙蝠袖或蝙蝠cutting的一个风格 这个是一个V-Lang Cutting 除了V-Lang Cutting之外 这个款式的细节位都不停凝聚着一个V-cut的线条 这里有两个层线条 旁边这里有一个 Lace 这里有一个 再上面也有一个 这里有一个V-Lang 以一个V-cut的线条为主 Lace 的部分是有点向后腹有点连接的 就不是刚刚去到侧骨的位置 它看出来的线条就会再像真一点 它的手袖就是正常的版型 因为你会见到胸阔甲圈都是比较充裕的 但是去到手袖的位置 就有点小细 但小细的部分都是正常的范围 对了 都一定有松的 正常的Cutting 它穿外套款的时候就不会这么臃肿 对了 因为这些都会有点考虑的 这个版型都相当之宽松的 布置也是非常非常之好的一个弹性 那个Lang 的质地是适中 对了 不是薄 但也不算很厚身的那种Lang 的质地 但是这个针织密度就一定是很足的 有点点猫猫 对了 这个就是手袖的罗敏位 三脚都有的 那如果整件衣服放出来的版型就是这样 三脚都是有罗敏的 那好像我刚才那样 其实我都塞了很多进去 你看到版型拉短了很多 那其实正常都有这么长 我盆骨在这里 都差不多盖到大半个Hip位 那可以伸缩自愈 对了 它有一个伸缩自愈 如果你不喜欢塞 也可以这样推上去 反出来做抛抛的线 你一样可以 那后幅就是这样的 你看到这里都是相当之好的弹线 而且不会说是在崩紧的这个位置 那这个薄位线条也拿得很好 那它是一个跌薄款来的 那手袖的薄位线在这里 比起平时的再跌多一点点 因为它那个设计的细节 它是拿少少线条 那它如果你搭在这里 做回正常的跌薄位 那这个位可能就有少少重跌 那它拿那个线条的距离 都拿得挺好的 那我现在就搭了一个斯文一点的版型 那如果你喜欢搭 说访裤裤搭黑色 像我刚才搭的复古那样 一样可以的 黑色也可以搭得一样有复古的味道 但我现在这个就示范是一个上班衣裤 搭了一个特别的西裤款 那这个就friendly一点的 因为上班会比较容易着的一个穿搭